2011米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 经过了两天激烈的角逐 最终评选出10位优胜者 分别为Marian Chan 赵妙慧 Tara Mason John 伊丽奇 邱国斌 李秋平 赖文林 曾淑清 还有Joey Shane 其中的3位将会代表闽歌大赛美国选区 前往中国福建进行为期10天的直播晋级赛 他们是伊丽奇 Tara Mason 和Marian Chan 本次闽歌大赛的美国海选 成功地将来自全美各地的不同年龄 族裔社会背景的选手们聚集到洛杉矶 共同切磋歌唱技艺 交流舞台经验 其中来自West Covina的非洲裔女选手Tara Mason 怀着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克服了语言不通的巨大障碍 在赛前苦练闽南语歌曲 最终取得了前往中国参赛的珍贵机会 I am truly excited, I'm humbled, and I'm blessed, and I have high expectations I have a wonderful time I have tears in your eyes I am feeling emotional, I'm trying to hold them back I am feeling very emotional right now because it seems like so many things in my life that I've done and it starts to point to this pinnacle this is a pinnacle for me for your talents to be recognized enough for somebody wants to take you to another country to share your talent 另外一位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的选手伊利奇 经过了多年不懈的努力 凭着丰富的参赛经验 以及独具一格的高亢嗓音 最终挤身可前往中国参赛的三个名额之中 前来参加本次闽歌大赛的选手 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 可是他们始终怀着对歌唱事业不变的热忱 在比赛中全力以赴 力求完美 就像702号选手Mary Ann Chang 音色醇厚 可谓是落成闽歌界的黄小虎 虽然本届闽歌大赛 美国海选赛事已经圆满落下帷幕 但是不变的是热爱闽歌的人们 依旧会通过他们的歌声 向全世界传递远远流长的闽南文化 国际卫视记者李昂 刘其辉 洛杉矶综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